人救猴隐隐,猴救仁义村 在重庆北极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 有位名叫王正欣的乡村草药医生 他为人善良,除了为本地村民治疗病痛 还经常救助一些受伤的山林动物 王医生,你要去哪里呢? 村里的王阿姨身体有些不太舒服 我要过去帮他检查一下 该死的家伙,我要把你给打死 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的 小吴,请住手,不要打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这条狗呢? 原来是王医生啊 你不知道这条狗有多可恶 他竟然将我家里的腊肉给偷吃了 我今天非把他打死刷掉不可 小吴,你看这条狗多可怜啊 我想他一定是饿坏了 才会偷吃你家的腊肉 我看这次你就原谅他吧 我愿意出现来补偿你腊肉的损失 不用了,不用了,王医生 我怎么能拿你的签呢? 平日里经常麻烦您为我母亲看病 既然您开口了 那我就放这条狗一条生路吧 这次就饶了你 如果下次你还敢跑到我家偷吃东西 我就封了你的皮 哎呀,小狗,你的腿可伤得不轻啊 快敷上药吧 王医生,你的心肠真好啊 看到狗受伤也都会帮他医治 其实,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 生病受伤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 作为一名医生 我有义务为他们解除痛苦的 哈哈,好了 过几天,你腿上的淤血就会散去的 咦,他好像在向你表示感谢呢 哈哈,动物也是有情感的 我们帮助他 他就会感激我们的 他们也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王正新用他的善心和医术 救助过很多小动物和村民 有一次,他上山采药时 遇到了一只两岁多手臂受伤的猴子 王医生,你要上山采药吗 是啊,有几味药家里已经用完了 今天天气好 我要去山上采医席回来用 哦,小狗来了啊 哈哈 看来你的伤已经好了 以后不能再偷人家的东西吃咯 哎呀,王医生 这条狗原本见到人就狂叫不止 没想到他竟然跟你这么亲近 哈哈,因为我曾经给他治过伤 所以他才会亲近我 只要我们用爱心和他们相处 任何动物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再见了,我先去忙了 王医生的想法真是特别啊 动物怎么会和人成为朋友呢 他们根本不懂得人类的情感 哦,是什么掉下来了 啊,是一只猴子 哎呀,伤口好深啊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呢 小家伙,别害怕 让我先把你伤口的血止住吧 这样留下去的话 你会很危险的 你手上的伤非常严重 单单止血是不够的 我还是将你带回家 为你疗伤吧 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们回家吧 王正新于是便把那只猴子 带回家来治疗 哦,王医生,你真棒 竟然可以抓到一只猴子 真是太厉害了 这种猴子非常的灵小 很难抓的 听说这种猴子 能够卖到好价钱的 王医生,这次你发财了 你们不要乱说 这是我上山财药的时候 发现这只猴子受伤了 我准备把他带回家 为他治疗的 原来是这样啊 王正新将猴子带回家后 便心心为其疗伤 好了,大约一星期 你的伤口就会痊愈的 转眼一星期过去了 黑夜猴的伤口也好了 王正新打算要将他放走时 这只猴子却不想要离开 好了,你的伤已经痊愈了 可以回到山上了 啊,怎么了 你不想离开这里吗 你是不能留下来的 山林才是你的家 好了,你还是回家吧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你还可以来找我 然而,这只猴子 经常会回到王正新家 甚至他会帮忙做事 遇到来偷吃庄家的猴子 他便会扑过去吓退对方 有一天晚上 整个村庄都还在沉睡着 突然一阵猛厉的喊救声 伴着惨烈的喊声 将睡梦中的王正新惊醒 怎么回事 这么晚了谁还会敲门呢 啊,小猴子 原来是你啊 你想告诉我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啊,不好了 原来是山崩 我们的献金与狼带 黑夜猴的意图 我们快走 他急忙跑到村子里 挨家挨户叫醒村民 一起逃命 山崩了,快逃命啊 大家快起来逃命啊 啊,山崩了 快离开这里 这里太亏险了 大家快逃啊 当众村民刚刚逃离了村子 还满,甚至一滚要跳 摧毁了整个村庄 真是好险啊 王医生,如果不是你 我们就死定了 是啊,王医生 真是太感谢您了 救大家的不是我 而是这只小猴子 啊,这不是你前一阵子 叫的那只受伤的黑夜猴吗 是啊,如果不是它半夜把我叫醒 那我们大家就死定了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动物真的跟我们一样有着丰富的感情 它半夜来救我们 是为了报恩啊 希望这个故事能普卷世人 恢复良心 戒杀放生